歡迎回來 歡迎全世界 來馬上請教靖哥 您剛剛說不同意 備戰才能避戰 原因是 我們要排除威脅 有兩個軸向 一個叫做實力 一個叫做意圖 你要消你敵人 跟你為敵的意圖 這是政治 你要在實力上 讓他知道 就是他開戰 是不可承受之重 那只能有一個 所以你不能光說 我的備戰 才能避戰 你要消你敵意 這要雙管齊下 所以我就是要講 這是一個兩個軸 一個實力軸 一個是意圖軸 所以即使開了戰 都要不斷的溝通 韓戰的時間 開了戰 這個雙方還是不斷在交談 所以也千萬溝通管道不能斷 是 所以回歸到最後 還是要看實力 看哪一個牆 那講到實力 我們繼續從王毅的 《求是》雜誌當中 他的所發文的內容來看 那在這個《求是》雜誌當中 王毅是以始至民族復興 胸懷人類命運奮進中國 特色大國外交新徵程作為題目 刊登文章 在中美關係方面 它的用語是 中國堅決反對一切冷戰思維和分裂對抗 支持周邊國家牢牢的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共同抵制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逆流 這個周邊國家對照的是文章上一段的印太戰略 不過周邊國家永遠都是在選邊的狀態 也就是說在中美兩強當中要如何求生存 我想請教施董 是王毅上任之後 相比於他的前任 就是楊潔篪來說的話 您覺得北京會拿什麼給周邊的國家 讓他們做出選擇選中國 我覺得基本上他們的戰略思考還是一貫的 主軸就是經濟 因為現實上東盟國家跟中國大陸 本來經濟上就是捆綁在一起 彼此互為第一大市場 對 而且中國面對東盟的一個經濟發展 基本上有幾個手法 一個是直接的經援 這個包括貸款 另外一個就是參與到他的基礎建設 這個也是對雙方面都有好處 這就是一帶一路 那大家不要忘了 雖然說王毅最近升官 可是他從外交部長 剛接任外交部長 剛離開國台辦的那一刻 事實上他就參與了整個一帶一路的一個推動 另外就是說RCEP或者是我們講的AGIAN 就是東盟加5這樣的一個平台 是中國大陸和東盟國家互動最主要的平台 這個平台是美國所沒有的 那東盟國家的立場很清楚 就跟我們很多台商朋友的立場很清楚 你今天5G世界上有兩套系統 那我就盡量我就創造兩個生產線 兩套標準 我盡量兩邊都賺 我最不治的就是選邊站 那你不管是 不管是寮國或泰國 在這方面的態度很清楚 那日本推動的那個CPPE 或者是美國推動的那個IPEF 跟中國的RCEP 他們兩邊都要參加 但是中國推動的這個RCEP 跟美國推動的IPEF 最大的不一樣是 IPEF對於東南亞國家來講 那是一個安慰劑 因為東南亞國家最希望的是什麼 你給我一個大禮 這個大禮就是去除關稅障礙 就是市場準入的問題 那這個在RCEP平台上面 他們就是在談這個 那美國IPEF只是美國要的 東南亞國家不一樣 他真正想要的美國不給 而且IPEF沒有涉及到關稅的談判 對 是美國這方面的立場很清楚 基於美國的內部政治等等的考慮 簡單來講 這就是美國的議題設定 他只想談他要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你說美國要如何重返亞太 事實上他在這方面的表現 我覺得不會在中共方面 比起中共方面 我覺得不會有中共那方面的扎實 所以多數的周邊國家應該都是 兩邊都壓 但是不會是像您剛剛講 選邊站 對 選邊站其實是有風險的 那另外一個關注就是說 在2023年其實還有一個關鍵的區域 就是在南海 中國這個東南亞南海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 也就是中國南海研究院的創始院長 吳士純 他最近就認為呢 在2022年南海形勢沒有發生這個顛覆性的變化之下 展望2023年以及未來 南海形勢發展跟演變將會主要圍繞美國 還有聲索國以及日澳英等三條主線 和法律規則還有合作這個三個領域展開 再來 吳士純所描寫的這個格局 是不是符合現在的南海的現實呢 憲哥您認為 我對吳院長他的觀點其實是很有意見 我認為吳院長沒有搞清楚這個南海 你想要有三條主線應該是 這個聲索國 周邊國跟涉及國 也就是說我們在談國際關係 一個最基本的理論就是stakeholder 誰是利益相關者 照他這種分法歐盟在哪 中東的產油國在哪 英國又用到南海有多少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去分割是說 誰這個的利益擺在南海的交通的運輸這些上面 每個人他有的觀點 有的是因為是自然資源的開發 有些是因為他的交通的航運 所以呢如何能夠去照顧到 所有的這些人的權益 我認為是中國大陸非常重視 他今天在這個南海之中 原來所謂的這個什麼南海行為準則 是西方國家設計讓這個東協去對抗 去對壘這個北京 但是現在已經轉化變成一個 就是北京可以去團結這個阿西亞 去排除境外勢力的涉入 域外國家 對啊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覺得這個大家應該去思考 就是說如何能夠去轉變這個就是這個態勢 這是非常重要 您覺得今年的南海行為準則 會有一個重大進展嗎 我覺得要去觀察 因為馬上的菲律賓總統現在 1月3號到5號 對 就要去這個 對到北京去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就是說 我相信這個美國在後面有拉這個線對不對 但是最後呢 就是說最大的兩邊一個是越南 一個是這個馬尼拉這邊 那馬尼拉這邊 如何能夠刀切豆腐兩面光 兩邊都不得罪 我認為 那是他展現外交藝術的這個段數高低的時刻 美國是不樂見 對啊 也未見得美國也沒有到邪惡 說是真正說都不樂見 美國是希望能夠維護他的這個利益 那我覺得這個自由通行是大家當然有的利益 但是問題是就是說強權國家 就是這個指三道四啊 就用了很多的這些法力 那這個馬尼拉當初去弄那個仲裁案 自己當了250又花了錢 然後呢 又沒有真正得到的實力 所以今天如何能夠面對 這個真正的利益相關國 讓大家都滿意 這才是真正 男孩行為準則最重要的核心所在 不是 有些說法是說 因為我們看到這幾天其實不是有傳出 中美兩國的軍機差一點在空中 又要發生擦撞 是非常的驚險 那未來像這種這種態勢的話 這種不安全的攔截行為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是 中方指責美方 然後美方也指責中方 雙方都公佈了這個監視錄影器的這個畫面 那您覺得在未來這樣的一些不安全的攔截行為 會不會越來越多 這個是已經 這個是老早施工就用慣 而且存在多年 而且大家之間也做了很多協議 我們從2001年4月1號那個 就南海撞擊事件 其實早在那個之前的話 他們就已經在1980年代 就有一個協議 那個我那邊有一個這個資料 你可以拿開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說他這個一直 雙方也不希望把這搞翻了 所以他那個地方有一個大家稱為MMCA的 那是一個誤解 海上軍事磋商協定 對但是雙方有商有糧 溝通的管道一直沒有斷掉 但是只是這個北京跟華盛頓之間都有疑慮 所以一直到2014年4月22號 他用一個所謂這個就是西太平洋國家的一個 這個就是說那個兩年一次的這個 就是說這個備忘錄之類的 對他建立了一個海上意外相遇規則 他利用一個就多邊會議的機制 就成立這個QS 那用這個QS來繼續發展 所以2014年年底他建立了一個 就是中美關於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 諒解備忘錄 結果來定了之後發現 哎呀只有船 飛機相遇 就他當時指定了飛機對船 就飛機對飛機忘了 所以一直搞到2015年9月 這個就是當時就是原來是國王部長 就包括了海跟空了 對所以他有一個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 諒解備忘錄的補充規範 但是我今天要講 這個你有擺就是說擺明的明文的規定 但是問題是大家威健能夠按照這個 所以雙方放錄影帶 這個就是說這個互相指控 這個事情是藏有 對我繼續請教文教老師 因為周邊國家我們講 周邊國家的狀態當然包括了東北亞 10月31號美國跟南韓是進行了為期一周的 警戒風暴的空中聯合軍事演習 創紀錄出動了包括F-35逆宗戰機 總共有240架的戰機 還有創紀錄的1600架次 每天進行24小時的密接空中支援 那從這個量上面的改變 到日本最近看到防衛三個文書的大幅度的改版 印太戰略在美日韓軍事力量的投射範圍 您覺得增強了多少 您的觀察是 我想總的來講 其實在美國主導之下的這個美韓 其實因應中國跟這個北韓的一個軍事威脅 其實他們不管是這個軍事投入的值跟量都大幅的增加 那我先轉韓國來講 剛剛就是何榮林所講的 其實這個不管是8月底的這個美韓之間的已知之有護盾 到10月下旬的一個警戒風暴 其實他們的就有兩個階段 一階段是防衛性的演習 第二階段是反擊式的演習 那這是也在在的凸顯說 韓國已經由從防守到攻 就是攻防艦距 那像我們來看第二個日本 日本其實在去年的12月16號 他公佈的這個國安三文件 他特別提出在這個 第一個比較重要的是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裡面提到說 把中國列為最大的一個挑戰 那此外呢其實他在這個國家防衛戰略裡面提到說 他們要擁有這個反擊能力 再加上第三個就是這個 他的防衛力量的整備計畫 其實他這個部分也提出 把5年變成43兆日幣 其實他最重要的是說 其中5兆放在防區外的一個防衛能力 那因此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日本現在已經也是 有這個反正攻擊最佳的防禦 他在做一個調整 所以呢他最近跟美國其實買了很多像 比如戰斧的這個公路的巡航飛彈 除此還有這個所謂的海馬式的多管火箭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 就是他要把這個124的這個反艦這個飛彈 其實他要升級就從200到1000到2000 對 從不管是陸機空機海機甚至潛射型的 他就是在做一個反擊的另外一個提升 因為你剛剛提到說 日本其實他提升他的戰備能力 其實中國大陸也在密切觀察 你看他最近這兩天的新聞 其實說日本防衛省是發現到1月1號 就是昨天呢 一個中共就是共軍大型無人機 無爭期是從東海朝著宮古海峽飛行 然後呢自衛隊呢 是當時是緊急派出了戰鬥機去應對 但未來會繼續的來做密切的監視跟警戒 但日本提升戰力當然也在防的是 另外一個就是北韓 其實在東亞就是東北亞這邊呢 其實也不平靜 北韓的中央通信社就報導說呢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就要求說 要大幅增加北韓核彈的持有量 包括大規模生產戰術核武 還有開發用在核反擊的新型飛彈 但最主要呢 是要因應以美國為首的威脅 北韓軍方呢 也連續兩天發射了三枚火箭炮 但南韓國防部就立刻嚴正警告北韓 動用核武就會自取滅亡 雙方的態勢現在看起來是升高 所以這是純粹的互相警告 還是真的有可能一觸即發呢 我是來看喔 其實這是變成一個安全困境喔 因為我看這個 在這個東北亞局 其實朝鮮半島 其實它的危險性喔 其實不亞於台海 因為為什麼它在校正 那我想是不是這個安全困境 我跟 安全困境 對就是 其實呢就是為了因應彼此的一個威脅喔 然後加強是所謂的軍備競賽 然後最後呢就會危機向巡邏式的升高 就造成這個安全困境 然後它會從局部的衝突到全民的戰爭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那此外呢其實北韓呢 其實全世界最難預測的國家 最難預測的國家 因為其實我們都在猜 而且資訊也不透明 資訊也不透明 那其實呢 像這種危險的國家呢 那當然啦 這個尤其叫我們這個媒體報導 它現在大概有60枚的一個核彈頭 那其實它可以用很多這種方式來投射嘛 那我是認為說其實 它現在如果用飽和攻擊 它其實可以打到美國的本土喔 因此它的這個巨星剖測 其實美國也很擔心 所以不停的在做斡旋喔 做斡旋喔 我們等一下呢 關係的是最新的中國關係 馬上回來 走進疫情與戰爭的雙重挑戰 走進美中台三方的政經國益 走進地緣政治中的戰略棋局 懷疑全世界2023再升級 每週一到週六晚間九點 帶您走進全世界